今年一孤棒球魔術師的許申明 全國少棒錦標賽 已經邁入第三屆 今年找來一大兩位球星高國輝和林毅全 擔任賽事代言人 吸引全國三十隻敬旅參賽 跟首度邀請韓國首爾代表隊 前來交流 讓這項融合客家文化 以及教育意義的少棒賽 踏出國際化的第一步 我個人的認知 我是認為說增加比賽的強度 讓小朋友的那個韌性會更強 那也不用怕說 他們是國家代表隊 怎麼樣 都不要去想那些 我們從中去學習 能夠多比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而且能夠跟別的國家的球隊一起比賽 對 那反而我覺得 現在這階段反而輸贏 反而並不是那麼重要 幫球結合客家采接 作文 以及英語說唱比賽 就是要讓小球員們 允文允武 兼顧多元發展 不僅如此 今年還受到醫療單位的贊助 在賽會期間進行一整 及傷害防護服務 傳遞正確觀念 這項延續許總精神的少棒錦標賽 不想只局限於國內 更希望未來能拓展國際 但要達成這樣的目標 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外界的權力相挺 我知道協會這邊需要一些款項嘛 那我基礎就已經有跟師母提到說 我今年打一支安打要捐五百塊 金額沒有很大 但是就是一種回饋的心 然後幫助基層 打十年我就捐十年這樣 也幫許總完成他在世的這個夢想 從基層扎根 培養小球員正確觀念 是許總的必勝目標 希望透過一大兩位球星的助陣 吸引外界目光 讓這項扎根基層的棒球比賽 能一直延續下去 把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增加你的 我們永遠的 我們獲害人 偶然而這個